自在的阅读空间 让大众能够探索书香世界 来到高雄市前镇区的中校里 有一个公益书房 成了社区内最大的一个特色 并持着公益的理念 在林姐发行的带领之下经营 以不收费的方式将书的名人之处 推广到每个人当中 设立这个治理行间的 它是一个公益的书房 那我们在新商人我当领长的时候 我们就来拜访他们的夫妻 他们的理念觉得 这是对社会上蛮有意义的事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我们的理念一致 都是要推广小朋友阅读 让我们的成人他可以来这边学习书法 插花 艺术欣赏还有二胡 最近有增设我们里面的一些高老师 他可以教人家二胡 就是一直延伸课程度越开越多 这是我为什么要开书店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很多的思维 都是执着在我自己想法里面 我的价值观里面 可是事实上人世间来自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人生历练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其实它所有的思维是海阔天空的 但是藉由书里面 只要你愿意放开一本书 你愿意看一篇 你可能会探索到完全不一样的多元文化 这我觉得书是最迷人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自在与舒服的阅读空间 尽心探索多元有趣的书香世界 提供二手书的借看 也鼓励大家将自己看完的二手书可以捐出 将书的美好传递下去 也定期举办了各式不同的课程 大家都将这里当作自己学习 与放松的好去处 史方新闻国文区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